那麼這次的新規例宣佈相信對台灣人是造成不少的心理影響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退出呢 馬社長 好 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簡短回憶一下曾經先生剛才的評論 我說曾經先生很多觀點我不能夠溝通 其實我現在就先兩點主要的回憶一下 第一點 曾經先生說西方國家怎麼幫助中國 從這個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經過幾個時代 如何如何 我首先說 中國加入WTO經過15年的努力 完全按照西方國家的要求符合進入WTO的標準 西方國家才允許中國加入 西方國家允許中國加入 主要是看到中國一個不大的市場 而且中國還是一個價廉物美的這個世界工廠 所以他們讓中國加入WTO以後立刻把那些污染擊中 勞動密集型的 那些賺不了多少錢的這些產業 全部轉嫁到中國去 是吧 那中國人比如要獲得一點外匯收入 拼命流水流汗 而用他們辛勤的努力 才逐步使國家繁榮起來 為西方創造了大量價廉物美的產品 很多東西 包括現在大陸的勞運會 還用了好多東西 還是中國移屋推發過去的 那都是在中國生產這個世界工廠 價廉物美 老百姓流水流汗 是吧 較低的收入的狀況下 生產出這些東西 方便了繁榮工業 所以這種石球是雙方的 是吧 中國不否認加入WTO給中國一個廣闊的發展平台 但是沒有中國人民的努力 為中國人民 為發達國家提供了這些工廠的各樣的條件 這個變化還得不到 是吧 第二點我想回應了 關於自動電動汽車的這個問題 以前我們都討論過了 我要簡短說一下 中國政府對自動車的這個 電動車的這個補貼 實際上從2018年就開始 重複減少 到2020年已經全部停止了 所以所有 包括現在發達國家 包括我們加拿大 現在對電動車 都有政府的補貼 但是中國從22年就全部停止了 就企業互相你 你競爭來競速啊 競爭去在中國內部 然後把那個價格做到最低 競爭做到最好 還因為它產業鏈要極其的齊倍 它在中國內部嘛 像各種的部件 全都齊倍 裝備起來 那就是使它價格比較低的 那麼現在 主要是美國要想打壓中國的這個汽車產業 就不光是汽車產業 各方面都要打壓 所以它祭出這個 增加這個這個稅收的這個法寶 也迫使歐洲其他國家 迫使加拿大也跟隨它的步伐來前進 是吧 那現在實際上這兩天 意大利總理也在中國訪問 也就汽車方面的合作達成了一定的協議 加拿大雖然在諮詢 就是這個增稅 對中國的電動汽車增稅這個立體 徵詢業界的這個意見 是吧 但同時 實際上 迪亞迪呀這些中國的汽車產業 也在跟加拿大的相關方面談判 是吧 看看怎麼能有一個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你可以加稅 是吧 你看加哪 加多少個事 然後我們怎麼來 商討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是吧 因為中國過去飽受環境污染的氣氧 大家都去了 PM2 2.5 我都是那個 諾嘉輝在任駐華大使的時候 在文明全世界 中國人現在在促改這方面的不足 過去 巴拉國家把那些污染嚴重的都拿到中國生產 把中國污染的一塌糊塗 現在中國推出電動汽車 就至少在這一方面改善中國的環境 也想為世界做出這個貢獻 讓大家都使用電動汽車 把這種污染降到最低 這本是為世界做貢獻的一件事情 完全不是曾先生所形容的那樣 曾先生使用了完全是美國的這個意見 其實中國的電動車都沒有銷售到美國去 美國要加稅百分之百 其實也沒有多少到加拿大來 就是一些電動的巴士有可能賣到加拿大了 是吧 真正的電動的小型的那種車都還沒有 沒有進加拿大 加拿大也要考慮加稅百分之百 往下一會兒你可以這樣做 是吧 但是可能還有合作的空間 空間大家商量著 好我這些轉時間回應到這裡 好我這些轉時間回應到這裡